但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国家在人口这一方面也采取了措施。 随着整个测的实施的过程当中,也随之出现了人口增长现象中隐藏的问题,男女对比严重失衡,在等问题男女失衡的问题上早在中国余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始出现了。 根据这一问题的发展速度来看,有人猜测,男女比丽失调到了多年以后,严重问题的光棍危机将会大爆发,将会有千万的男性,将会环游无期徒刑。 那么,在男友比丽失衡的情况下,有这么多的单身男性的存在,为什么农村里还有大量大龄女嫁不出去了? 在农村的女性,上大学的机会已经不会像以前的那么不容易了,很多女孩都能接受大学教育,在上完大学之后的她们,年龄已经到了二十四、五,并且有的人要等自己的工作稳定之后,才回去谈婚乱嫁。 这样的一举二来,她们想要结婚的时候自己的年龄就已经达到了二十七、八的样子。 要是放在以前,女生到了十八岁成年就有人为她们说没了。 当然,还有一种人性可能,就是有一部分女性单身,是因为她们的世俗物质,物质不能说是错的。 毕竟每个人追求的不一样,有的女生要的是纯粹的感情,无关她与她拥有着什么,这样的人对未来都充满了希望。 而有的有一部分的女性追求,都是在生活上的品质,而这样的她们对自己以后的生活是无比的期待。 所以说,人各有着,有些东西违背了常理,但是,她的对错,没人可以评判得清楚。 也正是因为人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越来越无趣单一的狠,导致了单身的人很多,自己的眼光与自己的所有的价值严重不符。 故此,这样的女性单身也是有原因的。 其次呢,就是品礼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金钱方面的问题,虽说浓身不富裕,但是品礼的要求可不低。 有的地方的品金比城市要的还要高,首先要求的现钱,少说的话,将近十万,多则十几万,几十万,这还仅仅只是冰山的一角。 女方的家人还要求男方家里有车有房,有的房子要求的还不止一处,并且有的人要求新房,最好是在大城市里购置。 对于很多家里资金不充裕的人来说,幼的奋斗很多年才能结婚,这就造成了许多大龄圣女嫁不出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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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